这件绍棒赛金船窃案 26号尼加拉瓜代表队赢球回到饭店 却忽然发现对上了4000美元攻击金 怎么不见了 那么教练赶紧报警处理 很担心窃贼再次下手 除了饭店加强巡逻之外 警方也派人进行门禁管制 还要面对到墨西 哇 这一球精彩的手背 哇 这样比赛又敲纯雷打 在手背上也是无懈可击 接起古地球传向二壘 赢得比赛之后 小球员急掌庆贺 26号晚上 尼加拉瓜绍棒队 以5比1打败了日本队 但喜悦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队职员回到饭店之后 就发现攻击金不翼而飞 警方已经在昨天的10点15分内 有来我们饭店 来了解这个详细的情形 饭店经理话说的保守 但其实前一晚 尼加拉瓜球队回到饭店之后 就发现队上的钱财被偷 教练立刻报案 而经过清点之后 发现被偷走了4000元美金 目前正调阅 相关录影监视器 离清 并积极证办中 国外绍棒球队传出钱被偷 饭店格外的谨慎 不仅加强人员巡视 就连伟安的远警 也上警八条 加强门禁管制 在这边 太多了 对啊 安全维护 对耶 有两层 一个 目前警方正调阅监视器 要逮到偷钱的嫌犯 但迎求的喜悦 却被窃案影响冲淡 也让你加拉瓜绍棒队的心情 就像喜三温暖一样 接杨华谈谈报道